在海贼帮中有一位霸主 他曾经是海贼世界中 人人都要敬畏他三分的人 他就是白胡子 白胡子所率领的海贼团数量庞大 能让海军恐惧的海贼团 接近有上万人 但同时白胡子的团队成员身份 也是非常神秘 今天来揭晓一下 白胡子团队成员的职业分配 一起来讹告一下吧 一 艾斯是合作烤肉 艾斯是一位户地狂魔 只要不小心打扰他人 或者是陆飞闯下什么样的大火 都会主动向他人道歉 艾斯更是白胡子最看得起的干儿子 有一想要捧艾斯当自己位置的接班人 可惜两人都死了 艾斯是烧烧果实能力者 能将身体任何部分变成火 制造出的火焰能自由地变化成任何形状 例如形成火炎网 或是火拳攻击等等 还记得在阿拉巴斯偏旺 在沙漠烤蝎子吃的 火候掌握得非常好 加点自然就美丝丝的 所以艾斯的职位很适合做烤肉啊 二小马哥做医生一直以为来小马哥的身份都是一个谜 他的实力更加让人难以摸透 结果在海贼王漫画 909话中终于给说明白了 他其实是白胡子的船医 帮助白胡子治疗 他目前在一个小岛上 帮助村民治疗养伤 利用自己的能力 让大家减轻病痛的困扰 难怪白胡子船上没有医生 原来小马哥就是啊 三乔兹卖钻石乔兹 是白胡子海贼团第三队队长 恶魔果实超人血能力者 能够将身体部分钻石化 撞伤老杀 顶撞 轻之导致自己失去了右手 这也无所谓了 他能利用能力装了钻石之手 难怪白胡子团队这么有钱 都是乔兹在幕后操控啊 没钱了就去卖钻石 并且还是无限的生长 美斯兹 四 萨奇做小丑员白胡子海贼团 第四队队长 使用武器背剑 留着旁八度发型的男子 性格率直 是艾斯刚被收入海贼团时 第一个与他搭话的团员 与敌人的战斗时 两人就像兄弟般互相扶持 远与黑胡子是好朋友 最后惨遭暗杀 想要做大却被别人首歌 职位职好做小丑了 以上就是白胡子海贼团成员的职业揭秘 哈哈哈哈